二零三 我倒有个想法 要不然就让蘑菇老人 替我们看这儿论平 太好了 老爷子 我们抓到了一个土匪 这个土匪非常地狡猾 而且杀过很多的人 一般人对付不住的 我们大家都去攻取乃头山了 您看 您愿不愿意帮这个忙啊 这闹了归旗 你 您还是让我看家呀 老人家 这可不是看家 这个土匪身上秘密可多着呢 这次我们打许大马棒用不上他 可将来打别的土匪 他用处可大着呢 这么跟您说吧 就算这次不打乃头山 也不能让他给跑了 一个土匪崽子 能有这么大的用场 老人家 那可不是土匪崽子 那是个土匪头子 臭名昭著的鸾锦玉啊 鸾锦玉 是这个王八告子 围满的时候 它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交给母爷儿俩 你们放心大胆地走 我在家 等你们的好消息 好 阿灵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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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刚才把他珍藏多年的药材 都拿出来了 给大伙熬了锅汤 说让咱们每个人 喝啥一碗再走 我这儿也没酒了 就用这草药汤 给大家壮行 祝大家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 敬礼 唐总员 到 带两名侦掌人员 到哪头山山口 监视许他马王的动静 如果是人马出动 立刻回来报告 如果是对方的情报人员 放心 是 公司上警告 到 到 公司上 好 表达 是 有 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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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您还在为白天 鹰醉奉赏的事 而焦虑不安吧 连鹰醉奉赏的事 您可能真的是夺虑了 您也这么认为 您也不确定 上面的人影就是共军的人 也有可能是老百姓啊 但即便真的是共军 那峭壁连鸟都飞不上来 共军怎么能过得来呢 别说了 我得找一下徐旅长 小李 小李 我去找居大姐他们 你去居民场看看 如果一些正常的话 把火拢起来 让大家到了之后 有个取暖的地方 快去 是 去 去 这么晚把大家叫来 不好意思 我还是老生常谈 算了 观参谋长 我听你说吧 就是今天我和三炮 陪着观参谋长到后山寻山 我啥都没看见 可观参谋长老看见鹰嘴崖上有人 就这么点事 没错 我认为共军在鹰嘴崖上实施某项行动 所以我连夜派人绕道下山 对鹰嘴崖进行巡查 是吗 观参谋长 要行动也得明天一早吧 这大半夜的外边是天寒地冻 你纯心要折腾我们是吧 共军就在对面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还能变成鸟 飞过鹰轴舰 来拱奶头山 笑话 我看你是让他们给下丢了魂了吧 哥咱们长 我看你是老病了 你老决着后山有人 今天我跟大小姐 是不是当着你的面 我拿着长苗子苗了半天 连个人毛都没有 你没来之前啊 他们这奶头山一片响河呀 怎么你一来了 这儿他们不往安全 那儿他们有危险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凭你这个天天装神弄鬼的 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听什么听你的 不是一定要听我的 是一定要服从 濒随图家保安司令部 一定要保证 在年关暴动发动的时候 奶头山还在许旅长手里 没被共军剿灭 说什么什么三句话呢 那照你这么说 我爹就得服从你 就得听你们保安司令部的了 当然了 既然许旅长已经接受任命 接受了军火军费的接计 那就并入了司令部的编制 我不代表个人 我是侯专员和许旅长约定 代表司令部来整训部队的 来为年关暴动做准备的 许旅长必须服从 爹 大力加大 听着呢 这一见面就跟你打架了去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有什么事啊 都明天再说 这把我教头弄回来 有什么事明天办 好 是啊 关参谋长 你也早点休息吧 早他娘知道这点破事 脑子都不起来 该歇着的时候就好好歇着 别他娘得瞎折腾 幸福 我跟你爹去睡了啊 该歇着的时候都好好歇着 别踩娘子瞎折腾 关参谋长 你也早点去睡吧 别担心 不会出什么事的 明儿见 咱们小分队应该到夹屁沟了吧 差不多了 长队 我听说蓝钞家要飞越鹰嘴峰 是真的吗 是真的 真恨不得长一对翅膀 我飞过去 这样就不用猴子蹲去冒险了 我还想我的腿更长点 一步跨过去呢 那多好呀 丁哥 咱们这儿去哪儿啊 我哪知道了 瞎他妈溜达呗 干嘛 这趟回来的 真那么憋屈 咋的 你说我这拼了命 把那这么重要的情报 给他们带回来啊 不老好不说 你瞅徐服那王八犊子啊 他大伏击不成啊 赖我没把共产党主力告清楚 赖我没把共产党主力告清楚 可不是吗 马 王八都不不玩 许大马王这个恶贵 早晚有一天会被我们牵住 让贵在我们面前 不停地求饶 我错了 放着我吧 让我做什么都行 丁哥 别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又是他 真是怨恰 罗长呀 你认识他 认识 他就是乔摩乌老人老杉申 半路遇见我 被我打伤的那个人 你能确定吗 确定 虽然那天晚上天黑 但借着月光 我看清了他的脸 而且 我记得他中枪之后 固执的那个伤口 他会去干嘛呢 他能经常这么离出外境的 一定是乃图山龙青涛的 这样 你俩在这手上 我跟着他们 把他们去哪儿 真的 你看 你看 去 去 这不是关他们掌吗 你这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不重要 丁兄 要去干嘛 我 这不就下山 在摸摸情况 溜溜啥的吗 有目标吗 暂时还没有 那就加批勾吧 加批勾 对 去那儿看看什么情况 然后马上来告诉我 遵 遵命 就 走 参观长 慢走 他妈了个巴子 怎么还怕是塌了呢 走 咱走咱 走 听好了 我跟那个土匪 崇洪山 你跟那个军官 张教 原地守候 行动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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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军队长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嘞嘞 二点三 同志 于同志 你们这些天 一定是辛苦了 有气大哥 二点三 你们还好吧 我们挺好的 你们还好吧 你们怎么样 一会儿坐下来说吧 杨派长 那是辛苦了 那是辛苦 唐克 走 你带领队伍回到剧目厂 我和子荣同志 去平能协会 聊一下后面的事 是 姐 来 我们的都有 起步 走 小波 昨天小董 已经把情况 简单地跟我介绍了 我想一会儿 我们就几个人探探 别大规模地 召开会议了 好 只要做事都业 菊队长 我们要不要跟二零三同志 把我们这边的情况 汇报一下 他们一定累了 再说 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我们一会儿简单聊几句 就行了 姐 走吧 也好也好 去 参围长 这里绝避耸利 冰雪覆盖 人力派言几乎不可能啊 小分队都是野战高手 攀越这样的冰封绝壁 对别人来说是不可能 对于他们 这要准备充足 不是什么难事 检查一下有什么痕迹 是 去 注意了 四处检查 仔细搜索 是 是 你们走了之后 我们在后山的山洞里边 躲了两天 民兵每天都把村里的情况带过来 听说我们离开以后 百姓们都很紧张 于是我决定 不管怎么样 还是应该回来 给他们当一个主心骨 所以很快就回来了 那这几天 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有啊 我们走了以后 冯老六带的那些狗腿子 把屏冬协会给砸了 这我还想插句话 上次 凶手袭击我们土改队 造成了我们两名女干部牺牲之后 泽荣同志就分析过 这个凶手 肯定是有预谋 埋伏在我们屏冬协会周围 等到我们开完会 路过的时候才下手 那么是谁 给凶手提供的情报呢 我们把村里的每一个人 都排了好 发现冯老六和他的狗腿子 嫌疑最大 所以我建议 为了七夕乃投身的计划 能够顺利地实施 冯老六 还是应该监视起来 监视冯老六的这件事情 我们明明就可以承担 是 等着董事 你得把坚持敌人的那些经验 交给我们 好 冯老六的问题 还是要认真研究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没什么了 二十三 杨队长 有一件事情 我得跟你们说 坐下说 陆七 是 我们那天转移到侯山 我跟郁敦科同志 吵了一下 来啊 谁啊 土改工作队 这不是俞同志吗 把风浪流给我叫出来 这大冷天的 有啥事进屋说呗 把他给我叫出来 行 那你们等会儿啊 老爷 老师 那个余登科来了 叫他进来吧 不行 老爷 他后边跟着俩人 跟着俩人 这是土改工作队的同志吧 你们找我 冯老六 我今天来找你 主要是想告诉你 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回来了 关于你砸贫能协会这件事情 我劝你 主动到剧牧场 跟同志们好好交代 那是那是 争取宽大处理 别抱什么侥幸心理 你嘴再硬再狡辩 也抵不过我们 三十名直战员的火焰金睛 话我就说到这儿了 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明白 我全明白了 请我喝点水吧 哪儿啊哪儿啊 必须让这些恶霸地主 知道自己的罪行 余同志 我送了啊 局部长 三十多人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Geld 来来来 弟妹 就是的 旗 серь 回来了 这 thieves 三妹 лучше我们就活着呢 活着啊 马上剃她 好 好 来来来 他们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真回来了 而且依我看 他们这回啊 是不走了 妈的 这好日子没过上两天又没了 老雅 咱回去吧 咱回去啊 从长期 走 玩上什么把戏啊 刚走两天怎么又回来呢 咋来了 定下 你怎么下来了 笑 还笑 你 我腿啊 这 这 这 咋来了 就跟你下 放开 你休息一会儿 咋的了 咋的 龚荡小分队和那些穷褒子又回来了 在在 在在哪儿呢 就在院里呢 啥是回来的 一大早回来的 打褒子的 打野猪子的 洗衣服的做饭的 比你拆着一大堆的 你欠了去了吗 我当然 我看得真正的 我得赶紧回高大堂家的 这是端了咱们老婆的大火石器 对呀 定下 不把这些 龚荡和穷褒子 赶尽杀绝了 咱们就没有 逍遥自在的好日子呀 对 老老六 给我拿着盘着 你说啥 你 他妈给我装 你什么装啊 你给我拿着盘着 别对着我 别对着我 好 我这就给你拿着 好吗 走 还就是钱 了 都别aje了 行了 你为什么听着 我说他 in love 这就是这些事情 怎样 你后终人 二人三 杨派长 有新发现 我还让杨派长的安排 从歹头山山口设置滥烧 一大早就发现 你个长着巴拉眼的人 带人下了山 而且 我还看了几个 国民党之工军样子的人 也从山上下来了 按照要求 我没有惊动他们 我跟着那三个土匪 回到了加皮沟 并意外地发现 他们居然和窥齿 咱们的风脑溜在一起 他们几个说了虎话 又挂茶了一块儿 现在去冯老六下了 证据确实 冯老六跟乃头山的土匪 是有联系的 鸾平 刁战一 再加上这个冯老六 是土匪在牡丹江地区的 情报人员 这件事情已经非常清楚 等到打完乃头山之后 再好好处理他 长腿 你还得辛苦一下 去那些土匪上山下山的地方 进行侦查 他们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有任何情况随时回来回报 好 咱们这手不够 还得麻烦你又齐大哥 替我们盯着一下风脑溜 咱们这帮我 这一大早 干啥去啦 到鹰嘴峰去看看 亲自去的 看着没 这不相信我们这是 关大参谋长 关大参谋长亲自输马 一定会有重大收获 发现啥了 什么都没发现 啥也没发现 真的啥也没发现呢 这太令人失望了这是你说 关大参谋长 自打上回你说发现了个影子呀 我一直不踏实 怎么着 还需不需要我们哥俩 也到对面看看 有没有那个影子去 你们自辩 别自辩呢 平时你总说我们自由散漫的 不听从安排 现在请示你 你必须得给个痛快话 不然这将来出了事啊 这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小河 这在这儿干什么呢 大郎家的 大郎家的 这不进屋说话 在这儿干什么呢 是这么回事啊 关参谋长啊 信不过俺们 自己亲自到对面的鹰嘴峰 看了看 结果啥也没发现 这就让我们为难了 你说 俺们是去到对面看的 还是不看的 那这种事情你还用问吗 你 这么点事情麻到关参谋长 你这事 关参谋长 你看看他们这是 去还是不去 徐旅长 刚才我们到 鹰酬间的空地去看了看 确实什么都没发现 但是没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 既然你们让我决定 我希望你们再去看一看 毕竟多双眼睛 也许会有一想不到的发现 这就是我的决定 徐旅长 你来定夺吧 过去 这就是你们两个我处子搜辱业 是不是啊 看不看见 这把球都踢我这儿来了吗 我不出来挺好 出来以后你还这什么玩意儿 这别动的玩意儿 不不不 你说清楚是滚回山寨还是滚 滚对面去啊 滚打滚打去 那没个脑子 走 来 咋样 我没猜错吧 你说个屁 郑三炮 你给我记清楚 这山道永远姓许 我记住 他娘的 跟我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师兄 孩子 还认识我吗 无量天尊 您是冯老爷 以后别叫我冯老爷 叫我冯大爷 您怎么来了 身体不怎么舒服 找道长抓几副药 冯大爷 你最近看见我奶奶了吗 冯哥 慢点啊 太累了 要歇会儿吧 歇他们什么歇啊 出了这么大事不赶紧回来跟大家说一声 放开 出 出了事你能逗计吗 快 快 回来了 怎么样了 二年三年展现发起作用了 你那边什么情况 那个军官果然去鹰嘴峰下看了看 应该没发现什么 好 张静耀 你这边有什么特殊发现吗 一切正常 饿了吧 来 插着东西 来 你看清楚了 还是原来那伙贡军 绝对看清楚了 还是那个叫二零三的年轻军官带路 还是那三十几号人又回到了剧牧场 从奶头山下来的丁八了眼怎么说的 他回身报信去了 他说这次徐医长 肯定会带人下山围剿这些小分队 前几次他们遭遇小分队 交货没几下人家就撤了 消失了 一直找不着人家的确切注定 这回好 弄清楚了 您放心 徐旅长绝饶不过他们 我总觉得 八大门头 据兵陀说这个少剑坡 虽说虽说年轻 但在共军之中也算是优秀战将 屡历战功 他不会轻易地暴露自己的队伍吧 这您是担心 我担心这万一是共军的诱敌之计呢 不过让徐旅长来打一下也好 总比一直找不到小分队的行踪 又要时刻提防小分队的袭击要好吧 再说了 国军还有一个参谋长来帮助许大马棒 掌控军务 料也不会出现什么大错 只要能够挺过这两个多月 等年关暴动开始实施各处力量 并举起事 别说这个小分队 就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共军 都将会被统统建灭 他真是太好了 你先回去 继续建设有什么情况 马上报告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你确定那伙人就是共军小分队 我 我确定啊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那儿有有有 有洗衣服的 有有治疗的 那什么还有那个那个 土改工作队的 还有那个民兵 给他们送的那袍子 正在那儿做饭的 那满院的飘的 都是那伤员的跟那绷带啊 飘的老大一片了 周边有警戒吗 有 有啊 那个剧部场门口就港哨 外边还有流动哨 你都看准了 我亲眼所见 姐 机会来了 天主我爷呀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哪 苍天有眼 替我老儿子报仇的机会来了 明天跟我下山 我要给牡丹江的共军 一份大礼 我要灭了这会儿 杀我儿子的共军 我又把他们的脑袋 都搁下来 点天灯 替我老儿子报仇 报仇 报仇 被老子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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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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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 徐旅长 不要冲动 我觉得这邵剑波 又在玩掌眼法 你想想 小分队最初阶段 一直在极力隐藏自己 除了第一次 我们在小山子 跟他正面遭遇之外 另外的两次 他们都在极力 避免和我们正面相对 现在他们全部出动 肆意妄为 想引我们出动的意图 非常明显 那么这后面 一定有埋伏 新官的 一骑到大共党 你就这不行那不行 你人家到底还在成不信 对 你到底怎么想的 新官的 我真都怀疑 你是不是共军派来的探子 你为什么总不让我们进攻共军呢 上一次共军进攻奶头山 已经是败退 你说是有埋伏 不让我们追赶 结果等老子下山了才知道 当时他们就是在逃跑 如果我们趁势追击 一口气把他们给灭了 就不至于 后来老子下山的时候 我吃了那么大的一个亏啊 想想这事我就晦气 现在这机会又来了 你还要阻挡我们 你到底是想干啥呀 说 你人家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不把话说清楚 你就别想站着出去 不要 不要 邵剑波熟知兵法 什么声东击西 以假乱针 引蛇出洞 创造机会 以弱胜强 这些计谋他样样精通 而我们这么情绪化 这么不冷静 就这么贸然下山进攻的话 就中了邵剑波的圈套 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参门长 几次下山你都阻挡我 让我错失了给我老儿子报仇的机会 这次我是坚决的不能听你的 再放好了这会儿共军 得给我听好了 明天早上跟我一起下山 学习家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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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你 侯撞员的命令 是要求各山头加强警戒 整训部队 待年关暴动举行的时候 全力配合国军主力 将牡丹江地区的共军一举歼面 你现在下山 一定中了共军各个击破的计策 势必遭到小分队的伏击 是战斗力大损 等年关暴动的时候 在牡丹江东面将缺少一股 威慑共军的力量 这是侯撞员绝不允许的 别打信号地压着我 你怎么办 年关暴动 关老子屁事 老子是对头人 我就要跟我儿子报仇 如果你不参与 哪儿来回哪儿去 老大 你爹送客 你这样的态度 怎么担得起侯专员托付的重任 关义舟 我爹的话你听不懂吗 让你滚 滚回你的隋分殿去 以后奶头山这事就不用麻烦你了 就由我们大当家的自己做主 来 洞口就在这儿 给我滚出去啊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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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旅长既然执意让关某走 那没问题 请许旅长给侯转远 写一封公文 说清楚关某离开的缘由 这样我回去有个交代 我说 我 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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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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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老大 老二 老三 三胖 你们几个留下 其他人都 滚 滚 这下你们都如愿了是吧 关参谋长叫走了 从此咱们乃桃山 又可以过那种 无拘无束的日子了 这是你们想要的吧 是吧 对 就是老子想要的 成天在这儿 挨手挨脚 他又不是姓侯都派来的 我招他大帽子 把他脑子给你削开 你说完了 你想手上赶紧说 别在这儿这样怪气的 现在人家让你出个公文 请问许旅长 咱们奶头山上上下下 二三百号人 能挑出个实字的人吗 我让他自己写 我给他哄好腰 让他自己写 写的什么东西 你看都明白 我来 英雄酒杯装天 闭得着 今儿少» 你 whats going不想要呢 但我去你 那我去自己写的 стру护出来 这就是我去做事 我去做事 有青春的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